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扁平光缆接续子操作影片 首先为大家说明组装时所需的工具 由左至右分别为光纤切割刀、定常拨除器、光缆拨除器、无尘式纸与酒精 操作步骤开始 拿起接续子以逆时钟方向旋转取下围管 将光缆穿入围管 将光缆穿入拨除器内拨除约50毫米的外备 确认光纤有无受损 将不用的光纤折断 将光缆放入定常拨除器槽钩内 注意光缆是否紧贴 和上盖板 开续带入切割刀槽、切割光纤 切割光纤 取下光缆 将光纤自接续子的尾夹处穿入至定位点 以顺时钟方向旋转 将尾管锁住于接续子 以固定光缆 以逆时钟方向旋转 取下尾管 将光缆穿入尾管 将光缆穿入拨除器内 拨除约50毫米的外备 确认光纤有无受损 将不用的光纤折断 将光缆放入定常拨除器草沟内 和上盖板拉出光缆 将涂附层剥除 以沾附酒精的柿纸 清洁裸光纤 将光缆压入定常拨除器草内 将定常拨除器制入切割刀槽切割光纤 取下光缆 将光纤自接续子的尾夹处穿入 直到看见裸光纤有微弯后 直到看见裸光纤有微弯后 注意保持光纤微弯下 以顺时钟方向旋转 将微管锁住于接续子 以固定光纤 取下插栓 完成组装 卸除步驟开始 扣上插栓 逆时钟方向旋转 取下尾管 并取出光纤 装回尾管 同样的以逆时钟方向旋转 取下尾管 并取出光纤 装回尾管 完成卸除动作 感谢您的观赏